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alker到丁净 我是李化 高雄的湖内养殖业新盛 五年前这里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养殖业者集结成立无独水产产销班 为了大众健康 也为了生态环保 而这一切改变 要从这位阿文医师说起 他先养无独虾 再邀级邻居好友 一起加入无独行列 其实年少时 他和一般年轻人一样 十多年就想离开农村到都市打拼 他从模具厂的黑手做起 很努力当上厂长 管理三间工厂 不过十多年前产业万一大陆 他不想离开台湾 更无法放下年迈的母亲 独自在乡下养虾 于是他回到了故乡 接受余温工作 但他一直在思索 用药的虾子他不敢吃 怎么拿来卖给别人呢 良心过不去 于是他决定不用药 被邻居笑是傻瓜 因为不用药 养虾密度不能高 只能是惯性的六分之一 而这只是养殖数量 育成率更低的不能再低 只有两成 就因为不好照顾 他调制了液态肥料养虾 成本是别人的十多倍 年年赔钱 他没有放弃 就这样坚持好几年才养成功 就是要下多大的决心 才能撑下去 但好不容易养殖成功 却遇到了盘伤博雪 还是走不出去 他和太太开始学习 摆摊销售上网行销 很认真的一对夫妻 拖出长长虾网 网内一只只白虾不时跳动着 人称阿灵师的谢席林 手提这一年两收的成果 提起今年收成 能不能再留下 差很多 整个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 温度上升太快 然后就变成是酷热 然后虾子受不了 长不大 你还是要自己吸收 而且有物料一直飙涨 你又不能跟客人飙涨 从小看着妈妈养鱼养虾 二十多年前回乡的阿灵师 虽然对养殖业不陌生 真正要接手一切还是得从头学起 我开始回来养虾子的时候 买了差不多几十万的书 然后回来看 有的都是 你根本也没有书可以看 只有证书可以看 原始党的话全部都是英文 为了养好虾 阿灵师做足功课 对他来说养虾跟很多事一样 水本受缘才能对症下药 先养土再养水 再来可以养虾 把土卵破坏了 你养不了虾 你也种不了东西 这是一样的道理 看种水土保持的重要 阿灵师每年年底 为期三个月的轻池工程 就是为了让池子 获得充分的休息 反部的去帮他搬土 让他土壤里面的 矿物质微量元素重新再还原 然后你还要去休耕 就是变成让他休养生息 然后你要破坏它 是一下子的时间而已 但是你要重新 要让它复育 要让它复原 那是今年累月 十年二十年的功力 护好了土壤 好的水质与养分 更是阿灵师眼中 养好虾的重要关键 你要有好的水源 你的水源从哪里来 这很重要 有没有污染 水你还可以有办法 去调整它的酸碱值 让它阿摩尼亚氟酸不要 不要飙高 这个不要飙高的原油从哪里来 也是从土壤来 天作好菌糖蜜等配方 甚至将自己池内淘汰的鱼 也拿来一起发酵 制作天然的胺基酸液态肥料 阿灵师坦言 自己调配液肥 不但减少人工饲料吃不完 造成的水质污染 微小分子也更有利于 虾子吸收 你蛋白质的东西 经过发酵分解以后 它变小分子 它就变成是氨基酸的东西 然后氨基酸 就是我们营养的小分子 它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 所以说它成长会快 过去阿灵师 也用过市面上的人工饲料 不但品质好坏难以掌握 敢影响虾子的生长 吃了就吃完就死掉了 它紧迫性太大 然后吃饱完以后 它不容易消化 它就会造成死亡 或者说它引发 它体内的病毒发作 冠型的方式 它们的成绩的话 差不多是两成左右 两成的育成率 就已经不得了了 我这个可以到四成五成了 解决抗生素 除草剂等药物残留 同时提升虾子的育成率 这一举两得的创举 却未必让同业接受或跟进 因为很累啊 而且你制作的时间那么长 而且成本又夸夸人家 是一般冠型养殖法的 十倍二十倍的成本 它们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连除草剂都不能使用 都是药物能够除草 这真的是很累啊 你的成本就增加了 收成的白虾 一大一大小分类 称重包装 一旁的阿玲嫂可是得力助手 徒手分虾不但靠眼力靠经验 还得要小心 一不留神就会被触脚扎伤 它手套里摸不到它自制软壳 虾子要脱一次壳 它才会再长一寸 所以就当作是中医放学 因为每次扎都扎到这个食指 你再摸嘛 然后就会十个手指 扎到很大糟 淘汰不合格的虾子也不浪费 烫熟后导致晒架上 就成了香酥的虾肝 日照法就是说 就变成是低温去干燥它 你不是用一般机器的高温去弄它 所以说它会天然颜色 而且气味会比较足 夏天的话是差不多两天 如果冬天的话 差不多三天 三天以上 因为日照不足 剥开虾壳 满满的虾膏透出温润光泽 阿琳诗笑说 这可是妈妈当年的智慧结晶 晒完的虾肝别有嚼劲 与芦笋一块拌炒 口感更显清脆 而果粉油炸的鲜虾搭配混入蚝油 沙茶等调味料的粉丝一起搅拌入味 香气浓郁扑鼻 另外想要尝到鲜虾原味鲜甜 则可以各色食蔬搭配中卷 与烫熟鲜虾和自制油醋酱混合拌匀 看来丰富缤纷 口感也很清爽 或是再加了姜片 盐巴和米酒的滚水内汆烫 也能品尝虾子最自然的甜味 这些虾子料理 对于从小跟妈妈养虾吃虾的阿琳诗来说 也一样很熟悉 然而提起返乡养虾之前 阿琳诗的内心其实也曾犹豫纠结 以前我是做黑手出身的 就是做制作模具 然后再塑胶成型 然后再做生产 然后我以前是当了十年左右的厂长 公司就是要吸进道路 那个时候家里都剩下妈妈 跟老婆 放心不下家人 阿琳诗重拾养殖的棒子 也因此步入了他口中 不断从头学习的养殖人生 阿琳诗深信 让自己安心的养殖方式 才能养出让客人安心食用的好侠 近差不多一二十年来 药品的氾濫已经太巩固了 就是一种好像是两心试验 你要做 你想想看 你所养的东西 你所种的东西 你自己不敢吃 你要去卖给别人吃 那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 学习养殖无毒虾 阿琳诗记录一路走来的心得 一页页详识写下的手稿 就像是一篇亲身研究的养殖论文 你必须要了解这只虾子 它的伸展过程 你了解它越透彻 你就有办法去控制它 除了看学术研究之外 你还要去摸索 你要实物经验有 其实没有所谓的什么秘籍 只是你肯不肯学 然而学习养无毒虾已经是挑战 盘伤的剥削又是另一项挫折 让阿琳诗一度又得另辟蹊径 转而自缠自消 从未直接面对客户的他 笑称一切又得从头来过 十几年前我们对网路这一块 并不是网路购物这一块 并不是很熟悉 也不是热衷 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从头来做的话 这就是变成打口碑战 一而再再而三打掉重练 阿琳诗虽是始料未及 却仍不改骨子里的坚持与任性 五年多前成立产销班 让拥有相同理念的养殖业者 能有合理报酬 而新一代渔民也更愿意接手 台湾话有一句话说 说淘汰下去不洗也没得到 就变成你在退五口堆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你要有这种破骨承受的决心 才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 这个外表看似粗犷海派 形势却细腻敏锐的养瞎职人 秉持着不放弃的决心 要走出养殖业的另一片天空 无独养殖很不容易 有机种植同样艰辛 宜兰东山有个年轻人叫阿福 跟阿灵师一样 刚开始找工作都向往都市生活 现在阿福也回到故乡了 也同样接手家中产业 历史更悠久 阿福是第四代茶农 从小就得帮忙农作 很不喜欢 迫不及待长大出外工作 果真在台北当店子新贵 远离辛苦的农夫生活 但七年前他回到东山 跟着父亲学做茶 一方面是科技业太劳累 二来是听闻父亲想结束 祖传的制茶家业 因为东山茶的名气不够响亮 往往被当作代工茶 再加上进口越南茶的低价冲击 许多老茶农 干脆就放弃制茶 阿福很不甘心技术就此中断 他回来帮忙老爸 改有机种植 也做网络行销 还利用蝶豆花 调配出七种不同颜色茶汤 但这过程和老爸意见相索 发生不少争执 一次次沟通磨合 终于替东山茶找出信商机 经一夜走水 茶清除去苦涩发酵 等待香气苏醒这一刻 太早起锅 茶清未熟透 难免带些色味 时间过久又会烧焦 茶叶的好坏仰赖师傅们的经验 真功夫需要传承 七年前阿福辞去工作 回到宜蘭东山老家 跟着父亲开始学做茶 今天假装不完成 爸爸他们 我可能没有回来这个东西 爸爸以前从阿公阿祖 到爸爸这个技术断了 我们这样 可能四五年的技术就断了 但从前阿福 看到茶叶就反感 拼了命想要离开 那时候电子业又是很夯 那时候我们电子新贵 所以其实我想说 那就透过这个方式 我去学了咨询科 然后想做这个跳板 我有可能就走电子产业 然后不要做茶叶 所以你会觉得说想起来就好像 每天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做一辈子也是这样子 你觉得身体就是那种 浓的那种很怂的那种感觉 总在离家过后 才能体会故乡的好 圈鸟在都市丛林里 筋疲力尽 想归潮了 雷曼兄弟的情况 其实以前人家电子新贵 在我那天代的电子 我要贵 在我不知道什么钱 付出很多劳力跟劳力 去完成一个工作 没错你做好了 钱是可能会比较高没错 可是相对的 你用你的时间 跟你的身体去换出来的钱 你没时间去 没有办法去花 十多年前 当价廉的越南茶 大量倾销台湾 茶叶销售变得更艰辛 他的父亲有缘意 原先想放弃茶场 决定不再做茶了 但没想到此时 阿福却辞掉百万年薪工作 说要回家乡卖茶 回家乡卖茶 回家乡卖茶 他意见跟我们意见不一样 他意见我们不接受 我意见他不接受 我意见他不接受 做茶的经验 他没什么要接受 现在呢 现在做茶的关也不错 不是要跟他说不说 如果说不出 他想不接着做茶 还不行 尽管嘴巴很硬 但做父亲的还是心疼孩子 毕竟做农太辛苦 可是阿福心里想着的 却是怎么替太过直线 在地市场的东山茶找活路 我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我看到的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的 可是以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认为说你是一个狗人啊 狗人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 你怎么可能看到的东西 就一定市场是这样做 然后一定有机会 所以他们会不认同我的讲法 为此闹家庭革命 父子俩吵过好几回 但阿福不甘心 老茶厂就此没落中断 在过去东山茶品质虽好 但碍于名气 不比平临花莲响亮 往往沦为代工茶 没有哪里的茶不好 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去做人家代工的一个区块 为什么我们认为说 为什么我们的茶厅在做家代工 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 因为我们毕竟自茶从五年到现在 有大概五十年左右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 被掩盖在下面的一个区块 而不是被砍倒的 你只条其实比较不耐泡 比较没有滋味 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揉捏挤压 然后挤压锅之后 其实你的茶的滋味更丰富 然后更有层次 也是因为有那些压力 然后才有这些滋味出来 人的一生也如同炙茶 在揉捏挤压里头 激发茁壮的可能 你看这四周围是只有树林 然后就茶园 其他没有东西 所以这里几乎没有污染源 然后也是茶园 也是最高点 就是我们是在制造里面种茶 所以它等于它生态跟整环境 都是很棒 陡峭的翠绿茶园 杂草自已生长 占据茶园各个角落 它采茶还得剪除草 生态的方法就是说 你当假如这种虫密集多的时候 你给它咬 它咬茶轻 咬一段子之后 这种虫的天理就来了 来了之后 它变成一个自然循环生态的概念 然后把这个地方平衡 只要一平衡之后 采草就增加了 里头茶蛮横行 嫩叶星经过虫咬 叶面变得啃啃巴巴 在茶茸眼里 头痛的害虫 却能带来意外的惊喜 小月团咬过去的口水 跟茶叶产生化学变化 才会有那个化蜜香 所以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咬过之后 植物本身的一些变化性 然后产生了一个 特殊的化蜜香之后 做成红茶 反而是区隔于市场 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蜜香的特色 上天给的礼物 成为惯形茶园 转型有机最好的跳板 改做红茶这条路 则像是敲门砖 红茶想要做有机的话 它是基本的一个条件是相符的 因为红茶本身是不喷 基本上不喷农药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喷 我们家走有机化 当然不能喷 那你不喷农药 你从咬的密度越高 反而甜度是越高的 所以它等于它的根法 就是完全不 你不要用药 反而是品质越好 所以相对你做有机是刚好相辅相成 有机根法 种出的红茶 不苦不涩 带有花蜜香 但种出好的茶叶来 怎么卖也是到难题 熏好的又花茶 淡淡清香扑鼻来 这是阿福父亲 由原意多年研发的创新 花茶做工繁复 得反复采集 拿新鲜又花熏香 烘焙时间长 不用香精求速成 成本相对贵得多 天然的花茶花期短 所以像我刚才讲 花期就两到三个礼拜 你要抢时间 你要采花 你采花工 然后花的成本 然后熏花工 这些都比原本的茶叶来讲 多了三道手续 你这三道手续来讲 成本就会多三个东西 所以一般如果你这样做 你到底要卖多少在台湾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刚开始 这样的纯天然 受限于宜兰在地 老一辈偏爱喝乌龙茶 总打不开花茶市场 我发现国外花茶 其实它的价格是 反而是高的是贵的 甚至被人家推崇 那为什么我想说 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我们的花茶 有特殊性 也有市场性 那为什么 只会在虚旧于在宜兰这个区块而已 就像薰花茶 不会一次就入味 销售也只能慢慢来 某次偶然机会 阿福接触到把货 批发到法国的台湾批发商 这才把花茶成功推出去 台湾很多东西是速成文化 我今天要经济效率要速度快 所以很多东西商业化之后 这种传统工法的传统价值就消失了 那我觉得很可惜 这是台湾的文化跟价值 那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东西 照传统一样做 然后把它持续地做 然后坚持做下去 让外国人看到 坚持传统也要创新 过往茶汤颜色仅有红 青 绿 三种基本色系 它靠着简单的蝶豆花 延伸出七种不同色彩 花跟茶的浓度比例要真的要一样 应该说不是一样 是要均衡 如果你今天有个东西浓度过高的话 它颜色跟清澈度就不够漂亮 所以基本上在调的时候 有时候之前是花太多 然后有时候是茶叶太多 调配过程难免会失败 但走过挫折才能绽放缤纷 如果茶汤有不同颜色 有多一点缤纷的颜色 那喝起来它素喝起来 更有它的一个独特的风味 跟独特的一个可能说喝的氛围 茶叶东西在传统这一块 永远都被局限在于很专业化 所以很专业化是这种 古色古香的专业化 那为什么不能像咖啡一样联系市场 因为咖啡有专业 它的深度跟专业化没错 可是它也有它跳出 另外一个联系市场 不是茶叶有很多 给它感觉是一个有很多距离感 尽管火候还是不够 但阿福越挫越勇 努力扭转东山茶的逆境 盼着能有一天 大家能够记住 宜兰也是茶的故乡 再献其日风华 东山茶香代代流传下去 处于逆境 千万不要去年 打斗手骨电刀用 稍后来看一位机车黑手 全身瘫痪 奇迹宠生 可是我爸进来 我就看他哭着嘴巴 就走到我耳边说 他说你要健康 但是我其实很难过 塞满管子的毛巾 其实都已经湿了 对 新品来是很干净 但我觉得钢铁人 他的电影是很有力自信的 因为他真的是为了保护家人 跟他的爱人 就即使再怎么样站着 求疾事伤还是要捍卫自己身边的人 家人